您接下来帮我们带来的故事就是 这是一个澳洲的飞行教官 这样的一个示威员 他居然神秘失踪 而他的神秘失踪事件 也被认为跟幽浮有关系 好 宝洁 刚刚讲了那么多UFO 这个学生讲了另外 另外我要补充一个 1967年10月份 澳大利亚注意到 注意这个头衔 澳大利亚民航飞行教官 这不是普通的飞行员 他第一个他是飞行员 而且是教飞行总指教官的飞行员 既然在1967年10月份 飞到天上去失踪 然后失踪前面 所有的游泽全部找不到 但是他留下了完整的飞行记录 飞行记录说他看到一个物体 有30公尺长 但是不知道什么东西 他追过去看就没有消息 全部都有录音 你觉得弗雷德里克 对对 而且还真正拍到一个UFO出现 就现在刚刚看到的 出现在他失事的现场 他还拍到留下来了 而且这是黄昏的时候的记录 好 这是 这以前没有影片 就是这个小飞机 这个 事后有个传说 他后来被UFO绑架 绑架干嘛 绑架了以后 训练UFO的飞行员 因为他是士兵员 他也是教官 后面这段因为有记录 但是我没有查到 但是前面这段是这个样子 那以后能够找到资料 1967年10月 找到资料 再跟大家报告 悲行教官失踪 那讲了这个以后 我们把这个镜头要拉到太空 是 卡斯尼太空船 这最近很红的 为什么 因为他把过去加利略在1610年看到的土星的光环发扬光大 同时发现土星的光环不只只有一层 卡斯尼太空船 卡斯尼说这个土星的光环至少有内层外层 至少有两层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探测土星的太空船 叫做卡斯尼是有道理的 很有意思 他发现土星环山有UFO 真的假的 好 下面我讲一下 1997年卡斯尼发射 2004年入轨有将近七年的时间 从我们地球到土星 2010年的时候 他的power只剩下667瓦 现在2016了 所以power可能只剩300多瓦 他发现了几个重大的发现 同时他可能明年或者是后年 看NASA怎么样做 他可能就要decay到土星里面 他发现土星有62颗卫星 注意哦 环中还有百余颗小卫星 他那个环里面都是小卫星哦 小卫星哦 其中有七颗 还有小卫星 还有小卫星 等一下我会有影片 好 而且这小卫星还这样跟着他旁边走 在一个环中 那很难 然后他可能有卫星力量引力的关系 这个实际上这是示意图 这就是卡斯尼号 这是他在环里面做探测 现在的影片里面可以看到 他从这个环里面 他AB环中间 穿过吗 他穿过去上下起伏 找什么 我在猜 主要是找分析对不对 很可能就是找EV 好我们来看 这是以现在的影片 照片通通都是卡斯尼传回来 你看多漂亮 好几层光环 这个只有卡斯尼才有发现到 好 首先我们来看看 卡斯尼他发现土卫五 这个土卫五有什么特性呢 这个土卫五 长得这个样子 这个 他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离土卫五只有1525公里 那么这颗卫星不简单 这颗卫星它里面带有大量的氧气 它有氧气 这氧气提供环里面还是什么样 反正它带有很多的氧气 土卫五 然后土卫六发现它有湖有海 而且这个海里面是液态的甲碗 跟液态的椅碗 同时宝杰我们先讲过 我就不绣这张图片了 它这个海里面 它细resolution照里面 有一个岛 这个岛 第一次看到 第二次回到同会就不见 这是土卫六 它会消失 它怎么可能消失 就搞不清楚它怎么会消失 然后这个呢 就是说它土星环有 大家看 最外面是F层 A层B层 C层D层 EFG 一共有七层 A B层之间 导播照一下 这个黑色的这层是最宽 有这个4800公里 然后B层呢 注意到这个很宽 对不对 这个有25500公里 然后呢 我们仔细看 卡斯伊尼拍下来的 你看 F层对不对 A层 B层 C层 然后一直往你伸缩 然后它彩色分析的照片 每一个都可以分析 然后呢 这张照片 等下我影片里会有 它就是在这个 你看到没有 在最内层绕的土星 做Aerror Braking Aerror Braking就是说 用气组的方式 原来椭圆轨道 绕绕绕绕绕 最后绕成圆轨道 绕成圆轨道之前 它在环里面绕过一次 我在看环里面绕过 很可能就是因为它看到 不明飞行物体了 好 我很快了 我在放影片之前 这个不是我讲的 NASA Scientist NASA的科学家 Clan 声称UFO spaceships Living on Saturn's ring 他说UFO的太空船 在Saturn's ring里面 土星环 所以为什么 我说他发现氧 对 他是不是靠这个氧 在维生 我们不晓得 现在我们看几个照片 第一个 卡斯伊尼 在2012年1月21号 拍到这个东西 拍到了 看到没有 这是卡斯伊尼拍到 另外 这也是 看到没有 也是卡斯伊尼拍到 也是卡斯伊尼拍到 巨大的 Cilinder 是 圆柱形 再来 就是看到没有 UFO near Saturn 是不是 这三个都是 好 我们先看影片 好 这张是JP也拍的 所以没有UFO 但是他把整个 卡斯伊尼的成就 通通表现在里面 2016年11月30号 他卡斯伊尼 开始进入到环 绕环 刚刚讲 由下往上 绕过去这个轨道 而且他看到 土星环 你看 Outside Range 从外面飞过去 刚刚又示意图 就是他 然后这个2004年到达 他要开始绕环 主要是分析 这个环里面 一些什么东西 就放在七层环 然后还有很多东西 好 他就说Aero Breaking 原来是椭圆轨道 对不对 他外围 然后慢慢慢慢绕绕绕 Aero Breaking 椭圆轨道 利用气组 变成圆轨道 你看多漂亮 ABCDEFG 土星环 F在外层 然后最近 就是目前最近 现在开始绕环了 是 它是最近的环 开始绕 你看到 这个都是真正的影片 然后每一个环 这样绕过去 绕过去 这是看到吗 我有七颗 对不对 这是一颗 环里面的大的卫星 叫做Pen 其中之一 Best Ever Look 从来没有这么清楚看过 这个叫Dyfins 另外一颗 Talus 第三颗 这个以前影片 从来都没有公布过的 就是环中有卫星 然后他看到 这个好像Propeller 螺旋桨一样的东西 出现在环里面 不晓得什么东西 看到没有 是 好 这个就是 他照到整个的 环 他绕的时候 透过阳光的 Backlight 背光 他拍到了东西 然后呢 他环绕在这Casini 从来就没有过 这么清楚看到 看到没有 好像木星一样 这是土星 他绕过去的 镜照 好 这个就是 刚刚我的照片 他这样照过去 看到了土星 JPL 这是第一步 好 现在看到 是Casini 录到土星的声音 跟以前的声音 不太一样 仔细听 这是土星的声音 对 一共只有48秒 土星的声音 对 可是土星有这个声音 很奇怪吗 土星 这可能是跟环有关系 他的声音 跟普通的声音 不太一样 可能他经过环的时候 大气或者太阳风 或者是说是这个电浆 土星 这里有大气层吗 土星有大气层 他的卫星就有大气层 所以说 它有氧气 对 它土星的大气 卫星的大气层 是土卫是叫 大氧 有大气层 很奇怪 非常的奇怪 所以到现在科学家 还研究不出来 只是发现 所以才会有这个声音跑出来 新的声音 好像鼓掌的声音 这是卡西尼录到的 他声音录到 所以这个科学家 就可以根据这个土星的声音 他可以从音频 做recognition 找到它的波形 然后从波形反推 来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是